司马迁史书典范史记的作者 写中国通史第一人 但你可知道史记的问世 却是一场天时地利人怨 一天时是司马迁的家庭背景 司马家从祖上就跟搞历史有缘分 世代都在国家档案局工作 最早提出要写史书的是 司马迁他爹司马谭 我要把春秋到汉朝那些事 都给吕一遍 但他爹刚立下flag转头就大脸 觉得自己年纪太大写不动了 吹牛X伤到肺了 然后看了看十来岁的儿子司马迁 笑容逐渐变态 二弟弟 是司马迁为史记搜集到的资料 除了大汉国家图书馆的资料 他还花了两年功夫 搞了一次左边中国 整理了一大堆考察笔记 沿途经过淮音 会计 九一山 蜜罗江 姑苏等地 是朋友圈里公认的顶级背包客 每天都是运动部署冠军 回到长安 司马迁接成了父亲的档案室 正式开始协力室 三人怨 是司马迁那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 他弄了个新媒体号 不定时更新文章 一不蹭热度 二不标题当 一门心思写史实 整天地头码字 所以司马迁沟通技能难免退化 一张口就出声了 呃呃呃呃 事是这样的 他同事李玲 一个武将 被汉武帝派出去打匈奴 结果不仅战败 还投降了 这可给汉武帝气罩了 还官宣了判决书 司马迁得知这事 立马发表评论 就这样 司马迁过了个嘴瘾 转头被扔进大狱去了 背保人头 他在罚金50万和免费切一刀里 极其悲壮的选择了后者 插一句啊 司马迁早些年的工资 都拿去当背包客了 所以出事的时候 没钱交赎金 这就告诉我们 理财非常重要 挨了一刀 在扛过卫生医疗状况 堪忧的恢复期 司马编辑又冲出江湖 继续编写史记 公元前91年 史记完成 全书共有130篇章 52万余字 分记 表 书 世家 列传五部分 记录了从皇帝时代 到汉武帝时期 3000多年的历史 开创了记传体 这一写作方式 几十年后 司马迁的小外孙 整理了史记手稿 并上书汉宣帝 让这部伟大的史记 重见天日 也让司马迁 成为中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史学家 没有之一 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蒙